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6月15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珍BC 你好,大家好,材士真理好,早晨 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可以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性相报和三台晒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齐降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就讲一下一个狗 就是有一段时间被人怀疑是死亡 然后又回生的人,很多人带走者 影武者说他 现在说他影武者的金仔 金三代金正恩 但是这次就不是他出声的 是他妹妹出声 叫做金与正 以北韩人来说 我发觉他也有点明星相 我不是说他正 我看到有几个 他也正啦 我觉得他正啦 有几个南韩明星的样子和他差不多 我发觉 化妆之后 都挺正的 他今天就开始发声 说要切断和南韩一切的通讯联络 这样说 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南韩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是什么事呢?就是放了50万个 那些气球就飞过了去北韩那里 那这些气球里面就有很多 就针对这个叫做北韩政权的真相啊等等 就是你们想想想等于大纪元 不停地 post it 出来 就说 哎呀 习近平和李克强 和谁斗啊 又有人想暗杀啊 什么 说到好像在人家床下说话 现在就因为他们的据说 他们传过去的消息里面有一则就是说 金与正准备政变啊 那些这样的坏东西 就是大家想想大纪元说什么 他们就会说什么 因为是同一路人嘛 是在国内的不如意派是走出来 在那里做这些东西 那于是金与正就出声就说 哎呀 你和我 我已经和你升温了 啊 这样说 那其实这件事呢 就据报是 其实在上年2月开始 其实已经双方都 啊 金正恩就说 我和 原本又和你 好朋友嘛 啊 其实是在上年 不是2月的 总之是上年开始 就已经说 和你不朋友 和你美国不朋友开始 就不停地在那里 互相在那里吵 这样说 那现在这一批传单 就在5月31号 已经 是由一个 扑上学的人 是脱北者的首领 就不停地传了这些气球过去 但是由于这些 宣传单张 是并没有 这些是一些气球 上面打着大量的宣传单张 飞过了北韩境 再弄下来 由于它是没有电子 没有成本 根本上是没有办法 证据到它 嗯 所以 也小过 就是雷达 都看不到 因为太小 太小过气球 那其实他们这些 政治宣传气球呢 就是之前一直都有做的 就是其实 之前官方都有做的 有一段时间 但是呢 官方就没有做了一段时间 就是现在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想 就是和平的嘛 就是你叫做朝鲜半岛 做朝鲜半岛的命运共同体 嗯 就是其实是 就是你说 朴槿惠那些 他当然是会 就是 对北韩有个 更好敌事的态度 但是 现在这个 文在寅 文在寅 和他那个启蒙者 盧武远 如果没有记错是盧武远 没错 没错是盧武远 他就是 他说是 是啊 所以我叫他做启蒙者 就是 其实 他们这班人 真的不是很想政治负面地影响到 人 正常人的生活的 就是当然你说 呃 他们是搞政治的人 但是他们是 一直都没有什么主张这个犯政治 因为你一做这个犯政治化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这个冲突不断 嗯 就是其实令到自己的生活呢 根本本来没有政治 就是本来根本都不关政治 其实你和 就是和朝鲜那个 或者朝鲜那个和解呢 或者是 那个关系呢 其实你只要不触碰到一些 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其实要和解 其实不是真的十分难 在金大宗时代 已经是做得到的 算是 就是南韩那些商界呢 也都去朝鲜那里开 就是韩国那些商界 都去朝鲜那里开厂啊 就是开城那里的工业区啊 还有那个金刚山旅游点呢 金刚山旅游点呢 其实在北韩不是那么方便去 因为北韩去那个金刚山旅行的地方呢 就是不是很 怎么说呢 交通不方便的 但是南韩去呢 就是在韩国那边去呢 就容易一些去的 但是都是因为这些生意是没得做的 因为那个金刚山旅游点呢 如果我都是憑记忆说的 我真的不太记得 有创网可以指证 是现代集团去管理的 因为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韩国呢 已经有人叫我去那里了 他说那里很漂亮的 但是那里其实是北韩的 但是你 所以作为一个南韩的游客呢 是可以去得到的 这样 嗯 嗯 其实本来那个对立已经降了温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但是 之前有个李总统 李总统也是增强了 对这个北韩的朝鲜的对立 李明国 他现在好像坐牢了 是啊 基本上是每一个朝鲜的总统都是 不是南韩应该这么说 南韩的总统都是有同一命运的 其实最惨的是努母元 其实他自己没有收黑钱 是他那些儿子和老婆收黑钱 是不关他事的 接着他是要自杀 这个总统这样就真是挺可悲的 其实他这个政治制度 就是我以前在 在旧台里说过 是不是都是属于有缺陷 因为其实他上台的总统 永远都是清算前一任的 其实这样是破 老实说 如果他真的犯了什么大错的话 你一定要清算 但是有时候是 我觉得是政治清算 所以其实他这种制度 令到他这个国家 很多时候拖 有些东西拖得 走得不是那么顺畅 我觉得 还有他 大家知道 其实南韩就财阀就很厉害的 我要说一下 现在这些脱北者做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很正义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 变相等于夹死了 正常人 夹死正常人 金仔本来 都是打算搞一些经济的 但是没办法 如果你这样 把他们国内的 鹰派 可能逼迫 金仔或者他 不会强硬了 是不是 是吧 其实是犯政治化 这个也是 当然 其实有些人都说 朝鲜那些地方 朝鲜那些地方 都是政治人物 个人崇拜 领袖迷信 那些 都是犯政治化的表现 但是 其实这个 世金上去之后 这些东西是少了的 甚至世金 甚至世金 他自己改了自己 他以前说自己 三岁式消枪 他都改了自己 不是三岁式消枪 自己都改了 他自己都知道 是广大的 很多事情 因为他始终都是 西方长大 他是一个世俗化的 社会生活过的人 是的 而且他 他从儿童到少年年代 就是一个人塑造性格 和思想的时候 他都是西方到 叫做 经过那段日子 所以 其实他 有时候他强硬是应该的 没办法 因为他知道 要共产政权 但是 他都知道 有些事情 他说大嘴话 都挺可笑的 我想 是的 还有他搞 就是这样说 他搞了那个 就是核子弹出来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 不搞了 其他东西都 核子弹再加上 那个导弹 就是有少少导弹 已经够了 其他不搞了 搞正搞经济 其实他搞那些 就是核弹 导弹那些 是为了 就是国家安全 这个是国家安全的底线 那好了 国家安全搞好了 那就搞经济 其实他本来也想搞经济 但是 那些人就不让他搞经济 现在就是 尤其是那些脱北者 其实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刚才稍微说 那些脱北者 其实每一个 就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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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是 专权的地方 走得出来的人 都不会是 社会真正底层的人 不是普通人来的 就是 是啊 就是好像那个 阿桂那些 他以前不是 一样 就是帮那些 权贵到 就是所谓的 白手套 那些权贵 倒了 他就出来 聯合 班农的人 出来搞事 所以 就算 厚凯冬 就是 鶴凯冬 都不是 都不是普通老百姓 他自己都说的 我94年已经赚 500万人民币 94年 500万人民币 什么概念啊老闆 就是说到自己 那样 你是一个普通农民 你行不行 真心地说 你行不行 所以那些人 只不过是 失势派而已 那其实老实说 就是这个 这个脱北者 常常放这个气球之后 就是两个 两个国家那种叫做 可谓以前叫做 歌舞升平 的缓和期 其实已经没有了 因为呢 因为呢 现在韩 就是朝鲜 有种声音 就是韩国 不断向我们 买垃圾 包括 记不记得当时呢 其实呢 他们送了几套韩剧 给阿金仔 是吧 之后 那 之后 南韩人又觉得 哇 朝鲜最近这样 那么有敌意 那么敌人就是敌人 就是 还有 有些人就这么说 他说 朝鲜和南韩统一 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 我不敢说是事实 我看到我认识的南韩朋友 他说基本不可能 因为离开得有点远 但是我说他 其实 他们的 怎么说呢 真是 现在互相 不是兄弟 甚至我觉得 有点仇恨 我觉得 我认识的南韩朋友 我认识的南韩朋友 那些人属于左翼 左派 左派 他右翼 通常是保守 而且比较想好战 他基本上就是 因为现在右翼 是比较细弱 他们是要 要撩一些政治议题 来攻击文在寅 令到他变成欣弱 因为文在寅 是这么久以来 唯一一个可以控制到 国会和总统大位的总统 嗯 就是这一次选举 他们于是就要 随便撩一些东西出来 攻击你 说你是软弱 通常左派的总统 是会被右派说软弱 通常就在外交上指责他 包括奥巴马 都被人说他是软弱 包括现在的你们总理也是 是 我们昨天说过 他那个反对党的失败 失败领袖 因为他就是要下来的 那个欺义就是说 哇 你杵弱为什么可以容忍你的外交部长 去问中国银行借钱的 就是用仇宗去指责执政党 而我觉得是 而其中当你这个 怎么说呢 当你这个脱北者放弃球 而北韩他的反应过度 就变了就说 现在看北韩人欺压我们 你文在寅再不做事 你是软弱 煽动些人对于北韩人的 南韩人对于北韩人的敌视 就是互相仇恨 就是卖仇恨这件事情 也都是 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跟那种政治操作是一样的 那些泛步派 煽动这种仇恨 说对中国仇恨 然后就拿回 现在可以拿到区议会的票 基本上是一样的 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就高举讲了几次 是煽动族群仇恨 好了 然后就有批人就和他激掌 结果他就说 我们可以出来选了 其实我们有位知名网友的他嫂子 其实是脱北者 但是后来就 其实据我所知 有部份脱北者去了中国大陆 最搞笑的是 他嫂子就说 八三日是真的 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其实她是否深信 中国是一个更好的地方 她口是这么说 但是心里面都是不相信 但是她现在就是 继续拿到中国公民身份 其实这些人也很奇怪的 这些脱北者我觉得也是 其实脱北者 政治难民 其实是有的 但是不是最多 最多是经济难民 他们觉得北韩生活 或者是朝鲜或者朝鲜生活过得不好 所以才走出来的 很多人是 而且是觉得她那个体制 有一部份人真的觉得体制不公平 嗯 其实这一件事在内地都有 就是很多 就是我自己懂得走出来的人 其实她父母都是体制里面 但是 当然现在就说 这套体制是懒的 全部都懒了 就是很多这些人 那么 就是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他们这样说 是为了 融入她周围的世界 就是好像某些内地人来到香港 比香港人更加歧视内地人一样 啊 你说梁天琪? 我说梁天琪啊 那班人 是啊 绝对是那班人 我是说那班人 很多人隐瞒 就是和黄台仰那些人 就是 她不是在香港出生 但是她要 为了令到 黄台仰是 黄台仰是 我忘记了是谁 总之就是那班人 接着 就是 黄台仰在香港出生 但是她老母不是香港人 还有一个 孙晓南 记不记得她 她真的是内地人 是的 是的 她其实为了融入 香港这个社会 她就 全盘否定 其他 就是 她的组织 或者各方面的 出生地 出生地 全盘否定 基本上就是 嗯 跟黄国佬的一批信徒一样 是吧 她特别是这样 其实她有些人在 也解释到有些移民 为什么去到 好像那些 港类呢 我们所谓的 去到外国就 比 就是 外国更加歧视唐人呢 都是这个原因而已 是的 就是他们认为 我这样出 出尽法保歧视人 就可以融入你的社会 但是那些人就不明白 你这样做 用狗就被人笑 是啊 就是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告诉别人 你自己 基本上 自己都看不起的 挺低賤的 就是这些人说真的 就是自己人 都看不起自己人 就是 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有些人 是基本上 到污衊的地步 我看到就是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脱北者 现在这些行为 其实呢 南韩政府 都有一点头疼 说实话 就是 就是这样 是的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 它又 如果你 叫做 阻止你这样做 那国内的右派 又说 你看看 它是不是串谋了 金仔一起搞 什么 是不是出卖南韩 是的 所以其实很难搞 现在这些 这些 極端分子 当然 老实说 它们叫做 投奔了 它们所说的 自由世界 我是这样想 就是 你就是好好活 是不是 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 既然你去到 你觉得一个 更加好的地方 不是应该将 他那种仇恨 或者叫做 叫做 叫做 不愉快 忘记的吗 重新 开始自己生活的吗 不要忘记 它为了银食 因为有好几个脱北者的组织头头 是选了做议员 他们的议题就是 脱北怎么样 什么 贩卖这种仇恨银食 很多人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区议会选举 已经知道有多少人 是靠这些银食 连那个陈志维都可以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可以借着买这些东西 即使我是不够了 英文 不要说中英文 中学未毕业都可以找到食 而且可以找到佛那么好的工 为什么我不去做 很多人是靠这些银食的 中学未毕业就骂大学生 我不是说大学生高贵一点 但是他说 他中学未毕业就好像很歧视大学生 当然大学生有些很流的 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都应该看一下自己 是不是水平那么高 流的大学生很多 但是那位陈生 说话貌似都不是很清楚 以及逻辑思维 都比较 我看上去比较混乱的时候 其实他有没有这样的资格歧视人呢 又说不请那些人 不请那些人 其实有能力就请 不用看他的学历 是不是 我就觉得这样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